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那個內建的函數或VBA來寫 如果可以 你們 如果交作業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上面用VBA寫寫看 如果可以寫出來 那那個部分 我可以斟酌幫你們就是增加一點分數 反正你可以試做看 不過這東西其實就是你可以去變化沒有關係 我主要是希望說你要去用 然後用這個東西解決你什麼樣的問題 OK 那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類似這兩個按鈕 按下去清除 這很簡單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知道剖析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 剛剛同學馬上就問說 剛剛呢 我如果要按錄製聚集的話會有個問題 它一定會跳出一個是否什麼 是否覆蓋或者是否取代原來範圍的資料 那如果要把它關掉的話 像我這個是已經關掉了 所以它沒有跳有沒有 那如果說將來呢 你希望喔 這個地方如果把它變成這兩個按鈕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用VBA來寫 可是問題喔 你寫VBA倒不如喔 利用剛剛有沒有 我們已經有做出來嘛 資料裡面資料剖析嘛 那實際上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按鈕變出來的話 你只需要什麼 把剛剛的動作利用什麼 利用開發人員裡面的這個什麼呢 錄製聚集 把你剛剛做的動作喔 全部錄製下來 然後再讓它 產生一個按鈕 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你就不用再撰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可是呢要怎麼樣做喔 其實前面有講過啦 我再demo一下 你第一個要彩排一下 彩排一下 1有不要放在B2 2的話記得不要用這樣選 因為選的話它有一個缺點 如果你這樣選的話 你只能選到永遠是第八列 可是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下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向下追蹤 這差異在這裡喔 所以以後你錄製聚集 也要記得一些細節部分喔 1有不要放B2 Ctrl Shift向下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的話就是什麼 再到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把剛剛切切切切 切完東西放在C2 錄下來就OK了 所以我把這個部分的話 再做過一遍好了 我拿這個名稱 假如說已經做完了剛剛的那個彩排了 接下來的話 1 特別是游標先不要放這裡喔 一定要放B2以外 因為如果你放在B2 你再點喔 它不會幫你產生第一行 Range B2點Slater OK 一定要放外面 然後我們就開發人員 然後呢 錄製聚集 接下來把名稱給它 也許叫做資料剖析好了 OK按確定 好 然後 我們把它取代掉 1 油標放這邊 2 Ctrl Shift向下 3的話呢 就是 載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然後固定寬度下一步 然後分別用點的 1 2 3 4 5 6 你看 點的還蠻準的 表示我健康狀還蠻好的 不要看這個 點很準不容易啊 OK 有個上年 中年以後 點準都不太容易喔 然後再來下一步 不會錄齒欄 OK 不會錄齒欄 不會錄齒欄 這個不要喔 然後這個目標準都放這裡就可以了 按完成 好 會跳這個 有沒有 是否 要取代這筆資料 那要按確定 一定要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錄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怎麼樣 開放人員 停止錄製 然後再來錄製一個清除好了 清除也是很簡單 就是之前講過 清除 然後一樣把它覆蓋過去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要特別注意喔 你要 第一步的話 把它蓋過去 1 記得喔 游標一定要放在 C2 特別注意你不要這樣選 為什麼 你用滑鼠選的話 範圍還是固定的 所以我建議喔 你要把那個 這個快速鍵記起來 游標先放在 C2 然後呢 向右選取 Ctrl Shift向右 要記得喔 在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整個選起來 如果下面如果有新的資料的話 那它會自動延伸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OK 按Delete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清除做完了 停止 那試試看 再來的話 資料剖析 執行 按確定 可是喔 同學說 剛剛我還沒講喔 不過同學馬上就反映說 老師那那個地方也沒有辦法 把剛剛啊 如果我要執行這個資料剖析 它跳這個 這裡已經有資料了 這個看起來其實就覺得讓人家很討厭 有沒有 雖然呢 它並不影響任何的功能 頂多只是說你要多按個確定而已 但是就覺得喔 感覺就是 如果可以讓它消失的話 那會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喔 其實 所以啊 有時候寫程式是這樣 永遠沒有寫完一天 你寫完之後 你下一個又看到好像有一個問題 然後就繼續想要把它美化 然後就想說怎麼做 OK 那答案的話我剛開始我也不知道 但你要了解的應該是喔 這個Excel VBA的運作原理原則 OK 比如說啦 這個東西叫什麼 其實喔 這個東西呢 在它的那個裡面的命名 英文名稱就是Alone Alone就是一個警告的一個訊息嘛 對Alone OK 那如果說呢 你今天要讓它顯示一個 要不要顯示的話 它有一個開關 那個屬性喔 就是一個屬性 屬性就是裡面可以調整資料 調整設定的地方 OK 那那個名稱叫做 DisplaceAlone Alone 那誰可以管理這個東西呢 那就Application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關掉的話 要怎麼做 請各位待會 我先試試看好了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的錄製劇集做完 然後並且喔 再插入兩個按鈕 OK 那最後就是類似像這樣 可以把這邊喔 可以讓它Run一下 OK 先試著把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只是說呢 這個東西很討厭 那要如何關閉 那如果要關閉的話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部分好了 畫面先滑給各位喔 試一下 OK 所以喔 這個請各位先把剛剛的動作先踩排過喔 那比如說像那個向下選取喔 記得要按一下Ctrl-Shift-向下 OK 然後如果要向右選取的話 記得喔 Ctrl-Shift-向右再向下 OK 盡量不要用那個滑鼠去選取 因為用滑鼠選取的話 那以後你這個聚集喔 的範圍就會變固定了 那 固定的話變成說你下一次呢 如果又用到這個程式的話 那又要去改那個聚集喔 OK喔 那 做完之後的話喔 再來就是請各位再到哪裡呢 再到VBA裡面喔 或者是聚集裡面去編輯 然後呢 針對你錄下來的這個程式喔 就是稍微看一下喔 裡面到底 每一行 請各位自行再加上註解吧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如何關閉喔 那個剛剛那個Alert 那個Alert 其實跳出來你覺得 實在是很討厭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關閉 那試試看這個部分喔